詞曲 李宗盛 好了 那剛剛之前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很快的用一些時間跟各位介紹 現在的科學界所了解的物質世界 它的作用力 它的宇宙觀 還有對時空的這個了解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再進去很深入的去了解 那只不過是數學方式再去導 再去導 再去理解 那整個concept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concept顯然的 根本沒辦法解釋 晚間有一大堆的主流科學 無法接受或證實的事物 那我開始進入這個領域 其實要感謝我爸爸他 1988年老生 晚生的時候回來奔上 那我的家人跟我說看見很多的意象 十幾樣意象 那時候我鐵齒的很難 我是主流的物理學家 怎麼可以相信這種東西 打死也不信 但是你當有十幾項給你出現的時候 這個巧合那個意外那個是怎麼樣 十幾項下來我就開始起疑心了 那那時候我就好吧 既然我老爸又給我看這一些 背後一定有點到 所以從1988年我就開始看 何的每個書 這些書每一個都看 我們來看看你有哪些 我是隨便寫一下 大家可以繼續把它補充 真的這些你說都是假的嗎 這個就很值得看好 右大神通 佛書上常常說他是不妄語的 佛祖不妄語 不妄語他竟然講右大神通 那他這是真的假的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足通 宿命通 漏靜通 那當然他叫我們最好是 這個把注意力換在漏靜通就好了 其他那些不重要 你把你有漏的姿勢通通放掉了對不對 漏都靜了 你自然 其他五大神通自然來了 這個都不可思議 那特異功能 手指四字 耳朵四字 藥環穿瓶 隔通抓藥 心電感應 念碧色隱 身體飄浮 念碧疑物 眼睛致病 其實維生 碳水 奇數 魔術表明 其實很多魔術你要小心 他根本不是魔術 他真的就是特異功能 像算命堪雨也很多 大家知道 在座我想高手如影 這個都是看了以後一定說 這個就是我最累的 一定是有 我們這邊有很厲害的這個 刀架 搞手在 他手指一伸就會放電 那像算命的 西象學 姓名邪 風水 紫薇斗術 益軍 靈異事件 乾王魂 關羅因 王魂偷弄 通靈人 靈魂固體 驅魔鋼腿 谷獨邪術 這個都很多 大家知道 宗教信項也很多 就故意說了 這個都是有的 還有死前遺跡 金字塔是怎麼建的 愛里斯塔上面那個大 大石頭人 對不對 那麼大 幾百公里外通常沒這個石頭 是有外星人用這個 重力作用 把它帶進去 亞特蘭提斯 外星的文明 這些都有 對不對 大家知道 另類療法 蟹道筋肉 氣功 水晶飽石 合作咖啡水 非凡體驗 就像有人對氣場很靈敏 氣場就叫 Prana 生命的能量 Oga 這是美國的拼命叫Oga 這個你們在 你們把它稱作生物能場 動物磁場 Ora Chakra 就是 信息結晶水 後來就可能冰 還有平時經驗 那這個是我們從 收集環間的 那你要是再不信 那你去看一下聖經好了 聖經裡面呢 我剛好找到一本聖經 剛好有一頁 它把耶穌所行的神蹟 通通把它列下來 你說是神蹟也罷 奇蹟也罷 我們來看一下 它不得了 它可以醫治病化 不管你是蝦子啦 駝背的啦 患水骨症的啦 它只要這樣一摸或是隔空 馬上就好 不可思議 那你可以說是神蹟 那它還可以叫死人護活 甚至有埋到地上三天的 幾乎都都爛掉了 又活過了 不可思議 那它也很會這個 它會趕鬼 趕逐烏鬼 它被一群鬼附身 又蝦又啞的人 這些它都可以 你看它過厲害 它能夠水把它變成球 能夠變出食物 讓五千個人吃法 這個還可以從魚的嘴巴裡面 拿出碎影 我們的財政部有這個功力 我們都不用講碎了 不不魚的嘴巴拿出碎影就好 那這個還有第二次 還有神奇的疑惑 那另外它最大的神蹟是它自己的復活 這個都是記載在聖經裡面 那你可以說是奇蹟 或者是不可能只是神話 那就看看 那我就是看了一大堆 那一直看從1988年到1999年 足足11年 那所以我已經累積了相當高的 高的這個信心度 95%相信超自然現象一定存在 這些一定是有的 但是以一個實驗科學家來說 95是不夠的 我很貪心 我要百分之百的相信 所以我要追尋那最後的5% 那最後5%非常感謝李士誠教授 也感謝上帝的安排 我稍後再講一下 那你要是不是都感興趣 知道環節設施很多 各位對這方面都很有研究 就不理一說了 那就開始談我這個 開始見識到超自然現象的一個經驗 那還有我跟李士誠的實驗 後半段就是講我一些科學的儀器 如何去測量它 我是怎麼樣開始 就是1988年 我八八過世 我就開始看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我需要那最後的5%對不對 那這5%呢 那時候剛剛好就是1999年的8月26日 我們中華民國物理協會有一群人 要去看李士誠做的手指釋子實驗 那我們做手指釋子呢 這很簡單 大家可能有去過 去過後就很熟悉了 回憶一下 同溫舊夢對不對 那是個美好的日子 現在都很少那個日子 回想起來還是滿明顯的 那時候我們就是二三十個人 各種不同場合 你看各種姿勢多用 你看都很K酒都很高興 那高橋我就坐在那一邊 那我們就把這個碗片裡面 裝有紙張的交給他 另外外面再給他造了一個那個藍色的袋子 因為他希望他的手的溫度可以低一點 靈敏度會高 好就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注意看他的手這邊好像貼了一個Bandex有沒有 沙布 那是幹什麼 就是手的這一邊跟這一邊各貼了一個電極 他的天眼一打開的時候 就有差不多200mV的電壓會出現 這邊看到一個紀錄器 那紀錄器就有一個波會出來 波會一出來我們就要問他 欸你弄到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畫 所以是由生理學上面的貴近的一個觀點是存在的 但是他因為是特殊的人裡面適應很特利 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那所以我們就這樣看以後 他就開始寫下來把所有都記錄起來 那這是另外一個場合 那桌上準備不同的顏色的筆 有四色的筆 所以他看到你一個字你也故意調皮也可以 比如說你說清水的清 三點水你用紅色的 旁邊的清天的清你用藍色的 你不用擔心 他看完以後他自然會拿幾紅色的筆 先給你腿三點 藍色的旁邊寫個清三點 就換在桌上給你 那最後你那個軟片子打開那個紙張拿出來 一張開皮看看 顏色至少會不會 一模一樣 就是這麼神奇 那第一次看你真的會嚇壞 我看了幾百場了 現在的習以為常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是有這麼回事 但是背後到底是什麼力量 什麼現象造成他的 這個當然值得探訪 後來我們有換磁鐵在他的手旁邊 就像他邊摸的時候 旁邊換一個永主磁鐵這麼大塊 他就在摸摸摸 神奇喔 他看到的字放大兩倍放大三倍 你把磁鐵拿走 他就看到圓然的那個大小 還有另外一個更有意思 你把那一張紙進 那一個紙 有一張去進水 一張不進水 都換在軟片的桶子裡面去摸 進水了他看不到 他的天眼打開又關起來 打開又關起來 看不到 沒進水了就看不到 所以我們從這樣旁敲側擊 大概知道 這個跟氣場是很有關係 他的信息是透過氣場傳輸上 因為水可以打掉氣 還有氣跟這個磁場會有作用 那整個要釐清是不容易 因為真的是蠻困難的 我是1999年出生的 就是那一天讓我看到超自然現象 我認為我再生之日 那這個都是我再生以後重要的迷事 那後來就是做出這個實驗了對不對 五個都做對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當然我是寫那個簡單的 因為太仁慈的 都寫什麼ABC 木 符 簡單的字 那時候我說我來挑戰他一下 寫得困難一點 那內心就靈光一閃 好 我來寫一個困難的 要寫四個字 後來想寫四個又太複雜 我就寫了兩個字 寫了兩個字我就把它走起來 他就開始去摸那一張字 他摸摸摸摸了好久 看到藍色的字 瓜這個字 他就看到一個光 那當然他講光我就跟他鼓勵 因為我知道啥 聽他看他想說好棒好棒 所以你幫我看另外一個字是什麼 結果他摸了十分鐘看不到 那在場的人就說那好了 時間夠長了 給他夠長了 來就打開看看 那時候我心裡就一嫩 我說光彌陀佛罪過罪過 我就開始罵我自己 我說不應該 怎麼可以洗這種字 來做科學實驗 那後來你打開看看是什麼 這就是佛光 那大家可能有耳聞 這個收字四字的佛字 故事就是這樣 結果張大文這個清大護理系的一個教授 我抬到物理系的同學 他說我們再來試 他不知道寫什麼 寫了 寫了我們就折起來 跟一堆 一堆那個折起來字 放在一起 就開始給他弄 拔小虎摸到那個時候 非常有意思 因為這個是可以說是 手指四字 第一字異象的前後 他摸了很快喔 拔小虎從4.29分過了5分鐘 什麼字都看不大 突然他在他的螢幕裡面說 看到一個人出現 那個人身上充滿了光 非常的親切可愛 對他在微笑 一直在笑 這邊沒有記錄 他還高橋轉過去跟他媽媽說 媽媽 那一個人很像是 我在打坐的時候 來照顧我 來指導我那種人的感覺 所以就知道什麼意思 那你打開那張子力卡 前場 前場 看到他這個描述 看不到字他都會有什麼回事 之前已經做了800個這個 手指四字 不曾發現這種現象 你要是寫個小花 他就看到小花這兩個字 當然你畫一朵花 他會看到一朵花 但是不會寫小花兩個字 看到一朵花 不成這樣 這是第一次說你寫字 他是看到字之外的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還滿新鮮的 那這就是我那個 他寫了張達文他寫的佛字 所以後來大家就前場華展 說這個佛字還滿特別的 你寫了以後就有什麼特別現象 那後來就一直發展下去 發展下去發現很多宗教誌 只要你寫了 都好像你打那個王子一樣 就連到另外一個時空 都會出現 那個故事的起源就在這個地方 知道我實際上她有很多不留一點 所以是把廉門發展到一陣子 就在這裏面上這裏面上 她也要留一點 還有很多不留一點 在這裏面上是市民的 那是家人的 所以妳做到那裏面上 看不到到底是什麼 藥是佛 真正的不可施略 眼耳鼻舌深 他現在的舌頭也動用上 這個是鼻子 還有另外一個小孩 摸到這個的時候 這個就放回去 摸到這個他說他舌頭覺得苦 也是一樣的事 好 那這一部分就講到這裡 那後來當然就有繼續在進展 那後來就進展到什麼地步 進展到我們可以用手指式智的技術 就方法跟上天溝通 好